哈囉大家好我是赤狐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亂報 上個禮拜我有分享我目前玩XBOX的一點心得啦 不過只要我做XBOX相關的影片 就會有觀眾問我說 會不會因為XBOX的關係 Switch的影片變少了 這點請各位不用擔心 骨子裡面我終究還是一個認粉啦 但也確實之後會增加一些XBOX的影片 不過這些影片都是我覺得 真的很想分享才會分享給大家 不會為了發片而發片 這點請各位放心 至於有觀眾希望可以有XBOX的亂報 之後等我對XBOX熟悉一點之後 我會先從月報開始做起 那接下來還是來享受我們這週的 Switch電玩亂報 首先第一則新聞 上禮拜有提到將於12月10號發售的 三國志14 with威力加強版 最近又有新的消息 在發售之後可以免費下載 銀河英雄傳說的合作DLC 這是之前在電腦與PS4上都有推出過的DLC 這部作品我是沒有看過 但是在三國志14這樣的遊戲畫面中 可以看到日式動畫風格的畫面 我是覺得非常新鮮的 而且到時候又是免費下載 如果有買的話我會想要下載來體驗看看 第二則新聞由韓國獨立團隊開發的遊戲 目前已經在ESHOP當中推出了 這款遊戲的題材很特別 遊戲玩法都是在控制著一台手機 所有的遊戲內容都是在這台手機上面完成 但是我們並不是手機的主人 我們必須要從這台陌生人的手機當中 透過蛛絲碼機去尋找各種線索 並且讓遊戲推向結局 主要的遊戲架構上 我們是被要求要觀看這支手機 並且要找出手機主人的犯罪證據 包含最一開始的手機解鎖等等 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出來 這樣的題材真的是很有趣 之後有時間的時候 我會想要買下來玩看看 第三則新聞 Switch上有推出的文明帝國6 公開了新的DLC資訊 這次DLC資訊裡面有個我滿有興趣的內容 這次的DLC是巴比倫包 一個全新的文明 而我有興趣的是它增加了一種新的模式 英雄與傳奇 在這個模式中 增加了12位來自神話傳奇中的角色 並且他們都有專屬的能力 每個英雄都只能由一個文明獨佔 但一定的回合數之後他們會消失 不過畢竟是神話 所以可以用信仰值召喚回來 這個模式我覺得很有意思喔 不過詳細的資訊還沒有公布 目前公布的是代表巴比倫的領袖 以及它的能力 文明帝國系列我之前就有玩 其實本來有考慮要在Switch上面買 因為這個一玩就玩很久啦 很想要拿著走 但有人說要玩到後面會卡 所以我才很猶豫 也希望有買Switch版本的人 可以給我一點建議 這次我應該會跟著DLC的時間 一起把這款遊戲買下來 只是還在猶豫平台而已 第四則新聞 之前在任天堂迷你直面會上有介紹到的 《勇氣漠視錄2》公開了新的宣傳影片 主要公開了四個主要角色以及戰鬥模式 其中在職業的部分 每個人都可以有主職業跟副職業兩種 玩家可以自由搭配 有些職業需要透過打倒職業新陳的持有者 才可以獲得新的職業 像是賭徒職業我就覺得滿有意思的 靠運氣獲勝的打法好像滿適合我的啦 遊戲整體的戰鬥感受確實就跟《奇路旅人》有點類似 畢竟是同一個團隊製作的 包含怪物的弱點等等 實際上RPG遊戲由於戰鬥的重複性很高 所以如果遊戲變化太少 那就真的只剩下劇情去吸引玩家了 當時我在玩《奇路旅人》的時候 因為他職業的多變性 我沒有感受到戰鬥的煩躁感 以同一個團隊推出的遊戲來說 我想我可以對他抱有期待啦 不過也要看他推出的時候 我有沒有時間玩了 畢竟明年的2、3月對我來說是很熱鬧的月份啊 第五則新聞 這則新聞又不能放影片了 之前有提到的遊戲《死亡者》 預計將於11月28日推出 這款遊戲是一款提感主料理 召喚石神戰鬥的遊戲 但是我看了一下新的資訊 怎麼變成抽卡遊戲了 遊戲可以購買周邊商品 讓你重現遊戲中的角色道具 並且可以透過買現實中的卡包 讀取之後召喚出石神 也是會有UR卡那種啦 看到這個就讓我很猶豫了 我就是討厭抽卡才不玩手機遊戲的啊 希望這個抽卡不會很影響到遊戲內容了 這個消息反而讓我有點猶豫 要不要買了欸 如果沒有抽就不會有那些角色 我想我可能就會放棄這款遊戲了 第六則新聞 萊莎的煉金工坊2 公開了新的情報 主要是可以培育鋪泥 在他吃下不同的飼料之後 他的外觀也會改變 並且升等之後更容易獲得稀有道具 第二個要素是 可以自己裝潢煉金工坊的室內設計 這些設計有些還會有附加效果 看是要以外觀為主還是要以功能為主 玩家可以自己選擇 另外在遊戲還沒上市之前 就已經確定有機票可以購買了啦 反正也不是太意外 我自己目前還在猶豫當中 第七則新聞 R1從0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虛假的亡選候補 預計將於2021年1月28日推出 並且有支援中文 這款遊戲就是粉絲項遊戲了啦 我自己想買的原因是因為 動畫我有看 所以會想要知道劇情 本來看到這款遊戲的消息的時候 我沒有太注意 因為這種遊戲常常沒有中文 但既然有中文的話 我就一定會買下來看劇情 動畫中的雷姆暫時沒有戲份了 至少這裡的雷姆是醒著的 不對 雷姆是誰 第八則新聞 牧場物語 橄欄陣與希望的大地 公開了新的預告片 這次公開了比較完整的農耕與牧場內容 另外也確實可以自由編輯田地 要大要小都可以 多餘的空間也都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料理的部分圖案也確實越來越精緻了 後面還有看到狗狗的比賽 以及一些村民的互動 最重要的是公開了完整的10位結婚候補 不過官網上還是只有6位的介紹 如果官網有更新了 我會再整理給大家 先讓我好好的想我到底要選誰好了 然後那個小牛怎麼那麼可愛啊 最後一則新聞 這應該不算是新聞 但是很有趣 所以拿出來分享給大家 天稅之效到機 推出之後的銷售表現不錯 我前幾天也都有直播 重點是裡面的種田系統做得非常真實啊 也因為這個緣故在日本那邊 出現了把農林隨殘神網頁當成攻略網站的事情 就好像我們玩遊戲去農委會查資料一樣的感覺啦 要說是這款遊戲太厲害呢 還是玩家太厲害呢 應該是都有啦 不過目前我玩下來 並不會因為種田太過真實而煩躁 就是真的會很好奇接下來該怎麼辦 家裡有長輩是種過田的 快放下遊戲機 攻略就在你身邊 以上就是本週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發米通公布11月2號到11月8號 日本地區的遊戲銷售排行 第十名 Switch平台 寶可夢劍盾 賣出7638份 第九名 Switch平台 Minecraft 賣出8091份 第八名 Switch平台 超級馬利歐3D收藏級 賣出8536份 第七名 PS4平台 看門狗自由軍團 賣出8723份 第六名 Switch平台 馬利歐賽車8豪華版 賣出12318份 第五名 Switch平台 暗影失章霸者之戰 賣出13871份 第四名 Switch平台 寶可夢劍盾 加DLC 賣出18638份 第三名 Switch平台 集合蠟動物森友會 賣出31687份 第二名 Switch平台 健身環大冒險 賣出37256份 第一名 Switch平台 皮克敏3豪華版 賣出67925份 以上就是11月2號到11月8號的遊戲銷售排行 上週的新遊戲 這週能留在排行榜上的 只剩下看門狗自由軍團了 其他都是熟悉的Switch遊戲霸佔著排行榜 另外我很意外的是寶可夢加DLC的版本 雖然說不是很厲害的銷售表現 但是確實也讓銷售量再增加了一些 而且不含DLC的寶可夢版本也沒有掉出前10名之外 這樣的銷售手段真的值得思考 下週的排行榜就可以期待刺客教條 跟天稅之效倒機的加入了 那在看完銷售排行榜之後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日本任天堂公布 接下來這一週日本E-Shop即將發售的遊戲 11月17號 卡車司機 卡車模擬類 支援中文 11月19號 淘汰狼電鐵 昭和平成令和也是基本款 大富翁類 不支援中文 Artscore 畫圖類 不支援中文 Gambit 西洋期大亂鬥 下棋類 支援中文 致命的日子 俯視射擊類 支援中文 諾西里亞 諾西里亞 地牢英雄 卡牌冒險類 不支援中文 OMG 警車追逐電視模擬器 模擬類 不支援中文 Rush Rover 俯視射擊類 支援中文 Sniper 狙擊鏡 射擊類 支援中文 賭場 輪盤 撲克老虎機 吹牛 百家樂 博弈類 支援中文 因果之夜 橫向動作類 支援中文 開普盾的逃脫遊戲 密室逃脫類 不支援中文 秋季軟糖 意志類 不支援中文 一隻狗的故事 橫板射擊類 不支援中文 DX 橫向動作類 不支援中文 灰色果實 幻影版機 5 視覺小說類 支援中文 11月20號 Mystopia 橫向動作類 不支援中文 薩爾達無雙 災厄啟事錄 無雙類 有中文但日本eShop 不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接下來這週即將要發售的遊戲 我目前淘汰狼電鐵還在猶豫啦 可能會根據我種田的狀況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另外薩爾達無雙災厄啟事錄 確定我會直播 不過因為一些原因我的會比較晚收到啦 希望大家可以等我一下可以嗎 這週的電玩亂報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在離開之前希望可以幫我按一下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記得下次要來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有戲愉快 我是赤狐